作词 李宗盛 还在拼命寻找 谁正在和我遇到 能够感觉这些好 所以真会是天荒地老 我没有经历多少 世界的图图纷扰扰 才能莫过你再多好 有你就好 来来来来来 想要和你遇到 你遇到 好 妈 妈 我给你打电话 咱们不接啊 快急死我了 我恨你爸 你答应过我吗 咱们不提他 他就那么跑了 还带着那么多人的钱 她是一点都没想过我和你 否则 不会那么恨心 让咱娘俩 过那么苦的日子 她一点都不惜疼 妈 咱俩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我现在大了 我赚钱了 我来养您 那过去的人都别提了吗 这几年 除了养你 我还要替她还债 我真的是太累了 对了 我还要跟你说个事 我跟您说 我不想再做美容了 您就别去了 我早就跟您说别去了嘛 我赚钱养您行吗 债我还 好 儿子 这是你爸欠的债 我都系到这本子上了 这里面画道的 就是已经还了的 画圈的 就是还没还的 都交给你爸 行 妈 你交给我吧 我来还债 我来养您 只要我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那我去睡了 妈 我陪你去 妈 我陪你去 哎呀 陪什么呀 你忙你的去吧 妈 真没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啊 当年你爸 捅了那么大的娄子 我不是也好好地活着吗 好了 妈 去忙吧 我睡了 好 喂 到家了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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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哎呀 真没事 就是有点累 我跟你说啊 那女的我绝对饶不了她 她怎么欺负我妈呢 绝对加倍奉还她 她没有事了 她都需要又想到�主了 我以前她的事了 外众有事了 你还没有事了 她就不是了 还没有事了 说我来 你剩下的事了 为什么我跟她以后 好难喝 那拿来 我倒掉 不用 不用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从家里跑出来了 没什么地方可去 就想起来你这儿了 不会这么大人了 还在搞那个 离家出走的事情找吧 你干嘛 你要给我爸打电话 我现在就离开 那正好 你走吧 我给他打电话 开玩笑的啦 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你这样家里人会担心的 你知道吗 他们才不会担心 没有我呢 我爸只有在他支票 没人俩的时候 才会想起我啊 那你妈呢 我妈 我妈都听我爸的 我们这种家庭就是这样 你是不会明白的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像看一个高中 还没毕业的孩子 但我来说 请问一下成熟的大人 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好啊 你这开心果还得自己剥皮啊 是的 小的跟你报告一下啊 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呢 吃开心果是让自己剥壳的 那你剥给我吃好了 我都是吃现成的 去 要吃自己剥 那 那你别砸我了 来 妈 妈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没什么特别的 我爸让我滚 那他干嘛叫你滚啊 我得罪了他的合作伙伴 还拒绝了他给我安排的老婆 接着不 你看你 咖啡也喝了是不是 啤酒也喝啊 开心果也吃了嘛 这样子等一下姐姐跟你叫个车 乖乖回家睡觉好不好 你好 不好 那你想要怎么样 我要你收留我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收留你啊 我不管 你都能收留定人间那种人 为什么不能收留我 你家定人间上次啊 喝成那个样子 那个死样子 他能去哪里呢对不对 只能来这里啊 好 我也可以喝醉 而且我喝啤酒特别容易醉 你省省你省省啊 你省省吧省省吧 为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酒鬼之家 我为什么要收留一个又一个的酒鬼啊 好了好了 你留下来 你留下来了 不过我跟你说啊 咱们有愿在先 好 你说 跟丁人间一样睡沙发 OK 好 喂 安静欢 你把你秦总地址给我 你别管我干什么 我绝对没冲动 你是不是兄弟 赶紧给我啊 干嘛 我在洗澡了 我帮你准备好了睡衣 就放在里面了 等一下洗完脚记得放上好吗 好 我知道了 等你了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不是 我家真的没有男生的睡衣啊 好可爱 好可爱 来 来吃它一下 哎呦 怎么会这么可爱啊 粉红色的小可爱 那晚会是谁啊 为你自己啊 放荡的女人 这么晚还有男人找的 好可爱 不要那么生气嘛 小可爱 笑什么笑 有那么好笑吗 老板 你是帅的让我笑的停下来啊 小废话 谁让你来了 好可爱 我也住这儿 我也住这儿 我住这儿楼上 我找安妮网有事儿 找我干嘛 我原本是来打扫卫生棋 让我老婆 潜约这个新房 谁知道出来到了阿基巴斯 你给锁门发眼了 我手机又把卡全拉屋里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 所以我想我想从你们样台 跳到我们家样台 再跳回我们家屋里 你这样也行 我试试看呗 翟总 麻烦你蹲下 什么 让我蹲下 对呀 这么高 你也拖我一下啊 你就蹲下 你蹲下背他上去他才上得去啊 快点啦 这还是不够高 你再站起来 好人做到底 上去啊 你到底行不行 不行不行 这太高了 你这样 你我我我我 起你脖子上 这样就稳了 我就能上去 你想起我脖子上 对呀 你想起我翟小爷脖子上 对啦对啦 咱之外 你你蹲下他起你脖子上 然后 他起你脖子上 然后你蹲一下他就上去了 就是啊 好人做到底嘛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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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你蹲下 蹲下啊 蹲好了 上 上 上 我前来点 我前来点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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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哇 哎呦 妈 妈 欺负你的人给我带来了 来 跟我妈道歉 你跟我妈道歉 喂 你妈是不是不太对劲啊 妈 拿起来 妈 这是暗眠药吗 妈 妈 你干嘛呀 你别吓唬我 你吃什么药啊你妈 妈 妈咱俩不是聊得好好的吗 你干嘛呀 你别吓唬我妈 你急有什么用呀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呀 哇 还是年轻啊 身手了得 是不错啦 重点是你太弱了 什么我弱啊 刚刚明明是 她撑不住我 所以她 刚刚明明就不敢上去 在那边拖拖拉拉的 还敢讲 哎 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老板就是这个 真棒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跟我女朋友 追个小区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 那是个意外 我不是你女朋友 你就是 你明明就是吗 我是不是我自己 不知道吗 天天间你闭嘴滚开 老板真的 我真不是故意跟女朋友 住一个小区的 这是个意外 这真的是个意外 我真的不杀女朋友 哎 你这样就没劲了啊你 确实没劲嘛 矫情 太矫情了 你们两个太矫情 像什么人 working with everyone 都转三自己 lease 那是你 我录队 我可能就没 Lancas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所幸他吃的安眠药里 中药成分比较多 我们给他洗了胃 现在病人还在昏迷之中 等药物的作用过去了 就会醒过来 赶快去把抢救费交了吧 医生 对不起啊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特别着急 所以我钱包没带 您看方便的话 我回去取一下 再给送过来好吗 你现在最好不要走 病人现在还离不开人 要不你向你这位朋友借一下 我带了 我付吧 我不想用你的钱 你给我滚开 都这个时候了 你能不能别刷 你那所谓的自尊了 要不你们再商量一下 告诉你董家欣 今天这事没完 如果我妈今天因为你死了 肯定让你偿命 如果我妈以后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肯保证 你绝对没有她过得好 行了 是我不好害了你妈 这是你的逻辑吧 我怎么知道她会这么脆弱呀 我现在也很不开心 是 我脾气势不太好 我今天说了重话 那我也没让她去死呀 行了 算我倒霉 你们说吧到底要多少钱 我来买单就是了 走 我让你捣乱 什么呀你 我让你终我女朋友小区 我怎么捣乱了 我刚才那么帮你 你看不出来吗 我还真没看得出来 你怎么帮我了 没看出来是吧 让你再好好看一回 知道吗 刚才我要想翻上楼 一如反掌 我给你留那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呀 不就为了让你在安全环面前 展现你多厉害多牛吗 你什么时候练的 我老婆上大学的时候 是学校体操队的 我每天都陪她训练 看都看会了 那我问你个问题 问啊 你要是回答不上来 我就开除你 又来了 问吧 那个 你说 说啊 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女人 她喜不喜欢你 你笑什么 你这个问题有那么难回答吗 是因为不难回答 所以我才觉得 你已经知道答案 你是故意给我说的套 你看你怎么要的提我 你这 我好好说都不行啊 坐 这事还不简单嘛 要想知道一个女人 喜不喜欢你 凭感觉就知道了 凭感觉 对啊 那我没感觉 没感觉 我这说明你不喜欢你 因为你吸你 我不回答你 听我 你回答你还提我 你有病吧 你回答我不满意 我继续回答 好了好了 知道你说的是安君欢 她当然喜欢你了 你这么年轻 又这么帅 又这么有才气 她不喜欢你 男嘉宾喜欢我不扯 你说什么 你站住 先跑帮你开了啊 快点别的话说了 你开跑 你还知道回来啊 那么没礼貌 在宅家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人家都明确表示甩我了 我怎么有脸赖着不走 她说有用吗 你们俩的事 最后拿主意的是我和你宅伯伯 那就拜托我的母亲大人 把她运作成功 不要烦我 你怎么了 喝酒拉说还这么冲 别提了 今晚我被人劫持了 你信不信 真的假的呀 你可别吓唬妈妈 好了 假的 今天的事我不想提了 我要上楼洗澡睡觉 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 对了 对了 那个阿姨收拾你房间 看到你条项链了 你真是 自己东西戴不戴着都不知道 你说什么 你今天说人家偷你条项链 大小姐 你根本就没戴出去好吗 这么晚你还往外跑 你 你 你醒了啊 我 你是 你才死了 今天麻烦了 什么麻烦不麻烦呢 你要是不在了 那我再真麻烦你 你还干什么 我 阿姨对不起 是我错了 项链找到了 是我自己放在家了 跟你没关系啊 冬爷 项链找到了就好 冬小姐 阿姨谢谢你 还了我一个清白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冬小姐 你看我妈现在身体不是很舒服 要是方便的话呢 我送你出去吧 那阿姨我先走了啊 你好好休息 我妈的情况稳定了 就身体挺虚弱的 医生让她再注意天悦 好休息 那你去上班吧 这里有我 好 那我去了啊 我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会 我开完会也回来 我妈就拜托你了啊 李同意 在跟我客气什么啊 你妈就我妈 我滚了 你一点她就不肯定是 我对你跟她说了 你妈妈也不肯定是 大妈咱要你从哪里 有油口的水杯 这个是翟总的备忘录 以后就由您保管了 多多关注啊 再见 再见 嗨 拿着 亲爱的妹妹们 虽然书连生了三级 当了你们的头儿 但是咱走个形势就行了 以后还是该干嘛干嘛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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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都已经是我们的领导了 那些复印啊 送洗衣服啊 倒咖啡 交发财术的事 您绝对不能再斩首了 全部都交给我们 没事 干顺手啊 那发财术现在都给我有感情了 总之以后咱们几个 吃香的喝辣 你们往前冲 有什么事 有我担着 什么啊 怎么还有你这么好的人呢 低调 低调 注意影响 叔 我们先进去了啊 翟总早 翟总早 早 duration 那个 你昨天给u点的个酒店 非常不好 不会吧 那是五星级酒店 我特意上大 dachte评查的 好评率90%以上啊 浴缸太小了 我腿根本 besten不开 天花板过低 床过软 总之我今天想换个地方住 老板 你真不回家啊 好好好 我给你换个酒店 浴缸够大的 天晚晚够高的 床硬点 行了吧 不用不用 那个 我就住你们家吧 我去点 我们家 老板 这 我们家 我老婆 我儿子 我爹子 加上我 您去了 怎么起啊 不是你现在那个家 你不是买了个新房吗 安静桓楼上去 住那 可是那什么都没有 拖不方便 方便 方便 有床能睡就行了 这个 怎么 你不愿意啊 这样 我按照五星级 酒店的价格付给你过业费 怎么样 这 谈钱就伤感情了 朋友帮个忙那事嘛 想住多久住多久 好 你说的啊 关卡 对了 老板 我要不要给你买点日用品啊 那个矿泉水 沐浴液什么的 好 好 你自己干什么办 买的东西开发票 好 去忙 我去忙 我走了 一天手术也得两千吧 那我还上什么班啊 董小姐 喂 大姐 中午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所以说呢 这个项目 已经受到上级领导的极大关注 做得好与不好 都有很多眼睛在监督着我们 从目前项目的进度来看 我感觉还是稍微缓慢了一些 保守了一些 行了 算我倒霉 你们说法到底要多少钱 我来买单就是了 所以 我现在需要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就是确切地给我标注出 几号 我们能够完成拆迁户的动签工作 小李 你说说 好吗 主任 我今天呢身体不太舒服 我有点内疾 个人的事情等一等 这个项目是由你负责的 你这走了我们这会怎么开啊 主任 今天早上身体包得真不新鲜 你这身体是真不舒服 那好吧 今天的会就到这了 好吧 行 谢谢主任啊 小李 等等 那进度表啊 您要尽快交给我啊 行 您放心吧 我尽快交给您啊 小徐 主任 这个项目你跟进一下 可是这个项目一直都是由李哥单独负责的 责任大任务重 我感觉小李这几天状态有点不太好 一眼睛放亮点 有什么问题马上会吧 是 喂 接着我妈没有啊 接到了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吧 答案不言谢 我会尽快回去的 好 嗯 放心吧 你要跟我说什么 安经理 您一直让我们联系的那个美食策划人 刚刚下飞机 已经入住了酒店 太好了 把地址发给我 扛过去 好的 谢谢 辛苦了 好 嗯 你要去哪儿 不是说话我来接你去吃午饭的吗 你有开车来吧 开了 太好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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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现在是要去跟别的男人业务的吗 是要去跟一个 在国际上享受盛名的美食策划加持重担 那也是别的男人 你答应中午饭跟我吃的 现在却让我当司机送你去跟别的男人吃饭 安静欢 都傻 首先 她是个女的 再来呢 这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答应你爸爸 要在一个星期内 想好基建店的新菜单 想要试菜让大家都满意 就非要见起来了 这是我听过最浪尖的 那你也可以一起来啊 反正这也算是你们家的大事情 你搞清楚啊 我爸的事是我爸的事 我从小发誓 真品会给我一毛钱管钱没有 算了吧 你还不是跟你爸拿支票 没有真品会哪里来的支票 原来我在你心里头 你就是一个吃家底的土二代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是比这个还比 地方到了 你可以下车了 再见 你好 我是真品会的安清欢 我的秘书应该已经打过电话来了 我约了刘小姐中午吃饭 你好 安小姐不好意思 本来刘小姐是约了这边的包房 和您午餐的 但是现在情况有变 有另一位真品会的小姐 和刘小姐已经约了午餐了 而且她现在已经提前到了 所以 另一位 请问是谁啊 是我 不好意思 安经理 我不知道你也在找我朋友 我和她是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同学了 所以这次回来她第一时间通知了我 正好咱们旗舰店要设计新菜单 我就跟她约了一下 怎么 你们也约了 我和安小姐也是第一次见面 非常抱歉 我和嘉欣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她也有给旗舰店设计新菜单的任务 安小姐 我们只好下次再约了 安经理 可能你还不知道吧 就在今天早上啊 翟总亲口承诺 这次旗舰店的整体定位和菜单的设计 我都可以参与进来 我想 你很清楚这里面的意思吧 清楚 没关系 我们都是真品会的人 谁做得好 都是真品会做得好 那我先告辞了 安小姐再见 安小姐 再见 去哪儿 怎么 大家都不饿吗 都到餐厅了 为什么不吃个饭再走呢 给个面子 我请客 你现在是哪一招啊 不是这样不要管我闲事的吗 既然上次已经替你请她吃过一次饭了 我就不怕吃第二次 不过这次想赢 还要看你真本事 吃了这个 嗯 不要在我面前谈公事 尤其是真品会的公事 真的饭既然我请了就是我说了算 刘女士 我看这件事也没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吧 这两位美女多想找你设计真品会兴起点点的才难 那谁得到了你的帮助 谁就赢得了这家店的换钱 如果我是你 不会只把这件事当人情犯 毕竟据我了解 董小姐是一个连胡椒和芥末都分不清楚的外行吗 宅之卫 你上次已经骗我一次了 你还要来了第二次 嗯 绝对不会 这次我谁也不帮 只是给二位提供一个建议 一个最公平的建议 男人之间可以靠决斗解决争端 简单粗暴 你又有什么不可以 就我们两个女人玩有什么意思 追哥哥 要不你也选一个人家路 那就成了二对一 不公平 这样 我再给你们叫一个人来 来 想要最好 先准逆皮 老板 我没玩过这个 类似线下游戏玩过没 玩过 知道游戏咋 好 游戏开始前我们选一下队友吧 我要去为这个 你说要就要 我选他 平静什么呀 我不干 我不同意 我有说要跟你一组吗 你不选我 你选谁 你选她 对 我就选她 免得有人说我不公平 不要再抓了气势 这是你说的 别反悔 白小姐 我真不会发生这个 你要不要重新考虑 闭嘴了 等一下跑快点 不要被留到这个中心好了 各位哥哥 我们俩在一起呢 就是强强联手 你好像是一件没有谁那个事了呢 你不怕我故意输给她 才不会 我还不了解你 只要一玩游戏啊 你就是最尊重游戏规则的那个 听好了 等一下打到标靶要害的人 就死了 死人是不能动的 好吗 老废话 开始吧 对不起 你说定了 别怪我属下无情 我好害怕哦 他们还是联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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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